第32集 进入神秘村 有一点毫无疑问 这把剑提到了沙文村 不要去沙文 除了沙文哪儿都行 沙文有什么特别的 豪哥害怕是因为一个传说 凡是进入这个村子的人 永远别想走出来 如果陶勇冰在那儿 我们怎么也得去 希望你到时候不要后悔 记住了 去灰岭山脉的东面 到了那儿 你们就能找到沙文村了 这辆雪橇太酷了 豪哥 有眼光 我们必须进里面去 从二手里夺回我的城堡 但是这堵墙太高了 什么墙对我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我的肌肉可不是吃素的 挺厉害啊 小强 但是有智者 不上南墙不回头 你在干什么 接吗 在种小树苗 如果我们不保护环境 这里就会变得脏兮兮再次被污染 哦 种树苗 真是个好主意 是吗 是的 进城堡的好主意 哦 我就知道 但是首先我们得装扮一番 这事没完 小强 我会征服你的 等等我 摄文就是这里了 嗯 看起来有点像米卡公主的村子 他告诉我 雪猴的村子看起来都差不多 因为猴子喜欢模仿 房子都盖得一模一样 哇 这些雕像看起来像活的一样 嗯 狄儿 我觉得它们不是雕像 嗯 啊 它们都是真的雪猴 只是被冻住了 传说是真的 谁也别想走出沙文村 它们还是走吧 不对 我们好像被监视了 完了 有人已经盯上它们了 这个村子邪恶偷盯 走吧 我们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看它们的脸 全都冻住了 我可不敢对它们用烈焰攻击 会伤到它们的 再说了 魔法兵不会融化 大家快跑 小心 是从那边射过来的 宝仇过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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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 为什么要攻击我们 我没有 我叫阿明 我是来救你们的 你们赶紧离开 否则也会被抓住 他是谁 冰雪怪 为什么要问一个明知答案很恐怖的问题 走 赶紧 快进去 趁他还没看见我们 我们沙文村的人大多是不信那个传说的 那只是不让外人进村的一个法子 但是几天前冰雪怪出现在我们的村子里 坤刀妹 传说是真的 他用古怪的魔法冻住了我们村子里的每只雪猴 我是唯一逃脱的 但是你为什么要用剑射我们 那是我给你们发的信号剑啊 剑头明明是冲着我们来的 我的剑法不是太好 我们永远别想离开这儿了 听我说豪哥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们有办法对付那个冰雪怪的 对呀 阿明都坚持了这么久 我们四个怕什么 说的没错 有了你们的帮助 我们肯定能 说草草草草草草到 快出去 我们走 小心 来攻击我呀 阿头 滚出这地方 否则就跟他的下场一样 我们哪儿也不去 烈火之力 烈焰攻击 完了 他已经够诡异了 居然还会消失数 阿桃草草永远被困在这个村子里了 很快 我们也会验 我跟你说过 我们不该来这 哦 虎位 要我做得他们满地找牙吗 不用 你只要装的酷一点 等我们把车推进城堡再说 酷 我最喜欢办酷了 站住 干什么的 我们是皇家园艺师 我们得把这些矮牵牛花 尽快种到土里 矮牵牛花 饿大王没说过种花这回事 那到时候你去跟大王解释 说是你们不放我们进去 才让他的花死光了 不是我的错 在这上面签字 好吧 但是先盖外面的花 绕城墙种一圈 绕着整个城墙种一圈 是的 除非你们不是什么园艺师 怎么会 我们的确是园艺师 现在就去把花种好 好的 大伙提高警惕 他肯定就在这附近 说真的 我好像听过那个冰雪怪的声音 对 在噩梦里听过 好哥 我知道你听着 肯定害怕来这儿 但我们得找到法子 给阿桃和雪猴解冻 啊 阿桃不害怕低耳 只是担心 你们到了阿桃的地盘 阿桃应该给你们带路 可阿桃真不想带你们来这个明知有危险的地方 阿桃觉得阿桃像个白痴 传说中的白痴 你对自己太苛刻了 好哥 我们当中只有你最了解冰雪 而这个地方一切都被冻住了 等等 除了这个喷泉 哇哦 我的样子好丑 占宝 快滚 否则把你们全冻成冰戈的 第二 也许俺们该听他的赶紧离开 俺们可以去叫冰冰 我们不能抛下朋友 我有个主意 不要 我不要被冻住 我们打不赢他 我们死定了 你也怕很识相 你却明顽不灵 陆精灵 秀水之力 水流出去 水流 对冰雪怪有水 好哥 攻击 这回兵帮不了你 你被冻住了 没有什么冰雪怪 是有人装扮的 它冻住大家 用的也根本不是什么魔法 所以这些不是魔法兵 俺来给大伙出兵 和给雪橇出兵一样 除兵 好吧 这下暖和多了 我身上怎么有股鼻涕 带着草料的味 不过谢谢 好家伙 早知道种一晚上的小花这么辛苦 我还不如去爬那堵墙呢 闭嘴王大鸣 闭嘴王大鸣 回来了 两位大人好 请看 我们已经种完了城墙外面的花 现在我们得去里面种花了 好吧 不过得快点 等进去了 等进去了 我要把恶大王这根杂草从我的王座上拔掉 王大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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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嗯 这把剑 我很多年前见过这样的一把剑 是在米卡公主的王国里 也许她能帮你们 那我们去那儿吧 阿明 为什么有人会不怕麻烦 想要冻住村子里的所有人呢 嗯 我不知道 不过你给我们解冻后 我看到有人跑进我们的庙里了 他拿走了一些东西 是什么呢 为什么要拿 那个蠢货 真是 金鬼 我那个傻瓜弟弟蓝宝和他的朋友 竟然让我吃了个败仗 不过 我在沙文找到了我想要的东西 别急 好戏 这才刚刚开场呢